What's up people? 感谢神奇的算法,让我们再一次相遇。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我是大田。 最近一周一直有小伙伴私信让我来说一说欧冠的比赛, 尤其是拜仁和巴黎,刚好是这两支球队进入了最终的决赛。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不过我得承认, 图赫尔以及弗里克治下的两队平时的比赛我看的不多, 也就是在欧冠的时候关注一下,正好我也是借此机会, 回看一下两队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比赛, 和小伙伴们一起研究和探讨一下两名主帅各自的战术体系, 同时为周末的决赛做一个前瞻性的分析。 不用我吹,大伙应该也都知道了, 拜仁和巴黎不但拥有在各个位置上能力出众的球星, 各自的技战术手段也都是丰富多样, 我很难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全面覆盖, 所以一如往常,时常有限, 我没提到的一些点也欢迎补充, 让我们各输几件理性探讨。 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说一下我注意到的两队的区别, 在欣赏大巴黎和亚特兰大的上半场的时候, 我恍惚间觉得好像比赛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巴黎的半场进行, 查了一下还真是有数据支持的。 赛后统计,大巴黎辜入真蓝黑军团进攻三区的占比只有23%, 而和莱比锡RB的比赛,这个数字更是只有可怜的21%, 两场都远低于对手。 要知道,和亚特兰大的对决, 大巴黎可是落后了整整90分钟, 和莱比锡的比赛,前场可是凑齐了NMD组合肆意妄为的。 参考上赛季大巴黎在罚甲中的数据, 在进攻三区的平均占比达到了31%, 而反观拜仁这边和巴萨的比赛, 进攻三区占比高达36%, 对阵里昂全场也有29%都高于对手。 这当然和球队前场紧逼的强度, 防线压上的高度, 主教练的战术策略都有关系。 但是从战略的层面来说, 图克尔更注重前场三人组合操作所需要的空间, 所以相比于在罚甲, 欧冠联赛中的大巴黎更加球稳, 整体阵线保持的相对适中, 没有一位的前提。 而弗里克的拜仁则是依旧以我为主, 为了保证前场给予对手足够的压迫, 后防线也随之提到非常高的位置。 从巴黎和莱比锡, 拜仁和巴萨, 两场比赛各自的赛后球员平均站位图, 我们也能观察到这一点。 大巴黎这一边只有NMD组合完全处在对手半场, 而拜仁则只有两名中后卫完全处在几方半场。 所以我预计决赛中两名主帅还是会延续各自此前的方针, 大致以此为基调。 大巴黎努力限制对手, 处抓拜仁身后, 拜仁则继续我行我素, 尽全力以掌控比赛为目的。 没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应该是会在纸面上看到大巴黎的433, 对上拜仁的4231。 首发方面, 在我撰写文字稿的时刻,RMC Sport方面的消息, 纳瓦斯应该可以出战。 中场的话, 维拉蒂的身体状态能否首发还是未知数? 即使先发上阵, 到底是替换前面状态不错的帕雷德斯还是埃雷拉, 也将会是图赫尔幸福的烦恼。 拜仁这边的话, 半决赛不阿腾因为肌肉问题半场被替换下场, 决赛估计问题不大, 如果不行应该就是俱乐顶上去了。 总之, 双方的人员还算齐整, 即使有球员会因伤缺阵, 对各自球队的整体实力影响也有限。 我这里就分别摆出到目前为止综合各方面消息, 我预测的两支球队的首发, 以方便后面讲解图赫尔以及弗里克各自的战术体系做展示用, 讨论两支好抢可能的打法和应对, 显然要从拜仁的高位逼抢开始说起。 面对后场短传出球的四后卫球队, 拜仁通常会安排两名边风佩里希奇和格纳布里内收盯住对手的两名中后卫, 来万会在中间试图切断门将和后腰之间的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 拜仁对门将也会保持较强的压迫, 前场三人会伺机轮替上抢, 可以说是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 格雷茨卡时常上前和穆勒看住对面另外的中场球员, 拜仁的边后卫阿芳索·戴维斯和基米西也是时刻准备, 对对手的边后卫施加压力。 从和巴萨的比赛17分29秒的这个画面,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思路的整体体现, 特尔斯特根和巴萨后卫试图从后场发起进攻, 但是发现可能的出球路线基本都被封死了, 佩里希奇赶过去抢门将, 特尸只好长传中路, 却被蒂亚哥轻松拿下。 拜仁可能是目前全欧洲球员之间相互的轮转换位做得最好, 流动性最佳的球队了。 在高位防守中就有这样的体现, 4分06秒这里, 这次是莱万和穆勒在最前面压迫对手的中后卫和门将。 拜仁的格雷茨卡和两名边峰就换到他们两个身后盯住巴萨的三名中场, 皮克受迫之下, 左脚长传找左边后卫二八, 但是失误了, 球出了边线。 面对拜仁的第一层防守, 巴黎会怎么破解呢? 让我们来看看大巴黎的后场出球。 通常是马尔基尼奥斯作为那个控制型中场球员回撤, 和双中卫一起组成三人后场出球组合。 进而大巴黎的两名边后卫顺势可以被推到高位, 球队整体按照一个343的阵型开展短传向前推进。 比如和莱比锡的比赛第45分钟这里, 马尔基尼奥斯收到双中卫中间帮助后场出球, 大巴黎面对中路莱比锡的人员堆积还是比较从容, 会试图由中到边找寻机会。 在大巴黎的推进中, 偶尔我们也能看到, 帕雷德斯也会回撤到左中卫的位置上形成三后卫的阵势, 31分50秒这里, 再加上内马尔的回撤,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这是由大巴黎在联赛中最常使用的4222的阵型变化而来。 这里我就不再细说了, 只用动画演示一下。 但是说实话, 在前两场中可以想见到, 大巴黎受压迫的程度会远远比不上他们即将在决赛中所要面对的。 那或许门将以及后场的长传出球就会成为大巴黎破解败人高压之道, 巴黎在这方面还真的是有套路的。 我们就来分解一下对阵亚特兰大的3412的高位压迫阵型时, 图赫尔精心以内哨为核心设计的出球战术。 面对对手的前场盯人紧逼, 马尔基尼奥斯稍稍向后回撤, 而巴黎的另外两名中前卫会向两边拉开, 这就会给对手盯人的球员出了难题, 你跟还是不跟? 不跟,那巴黎的中前卫就有了拿球的机会, 那跟了就会在中场的这个区域里留出大片的空间, 纸面上总是在左路, 但是却经常在中路游走的内马尔, 在这个区域有很强的拿球能力, 经常能抢到点, 或者凭着自己出众的触球和球感把球卸下交给队友, 这就又是一个需要弗里克思考的问题, 要不要派一个人专门盯防内哨, 如果派的话应该派谁? 比赛的第二分钟这里, 就是此套路的第一次演练, 从一个整体的画面我们能看到, 马尔基尼奥斯在中间, 埃耶拉和本场首发的盖耶分别向斜后方跑动, 这样中场中圈附近的空间就有了, 纳瓦斯常传, 不过亚特兰大的中前卫德荣恩嗅到了危险, 头球将球断下, 转过来2分40秒, 第二次尝试, 同样的路数, 大巴黎就成功了, 纳瓦斯再次常传, 这一回德荣恩抽不开身, 内马尔回撤两线之间, 不停球, 直接一脚出球交给伊卡尔迪, 然后立马前插, 再一坐, 内马尔一下子就拿到单刀球的机会, 只可惜最后的推射偏得有些离谱了, 假设巴黎能依靠短船渗透, 通过败人的第一层紧逼, 却很有可能反而陷入败人高位压迫的陷阱, 毕竟我们看到了, 即使强如巴萨, 似乎都难逃后场被断球的厄运, 败人的前场防守就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 能把对手罩住, 比如败人的第二个进球, 赛梅多断下球试图和德荣配合推进, 败人的四个人, 莱万, 佩里希奇, 格纳布里和格雷茨卡瞬间就把他们包围住了, 挤压空间, 上抢将球断下, 形成反击, 败里希奇绕身套边, 直接打门2比1, 可以说目前的这只败人是在丢球之后就地反抢做的最好的球队了, 球员们付出精力, 全情投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败人的防线总是提的如此之高, 比如1分45秒这里, 别的做中段防守, 低位防守的球队都是以中场线作为第一道防线的起始点, 而我们却时常看到败人的第三道防线, 真正的防线, 四人站住了中场线, 并以此为根据地, 因为这四个人里, 基米西、 阿拉巴、 戴维斯一个比一个速度更快, 败人知道自己即使被打穿, 也有机会把球追回来, 也是如此,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只败人所谓的弱点了, 那就是他们高位防线身后的空间, 而且我们看到了, 巴萨和里昂在和败人对阵中都抓到了, 巴萨6分27秒, 朗格莱直接长船打身后, 阿尔巴速度碾压, 船中, 我们看到阿拉巴其实已经追到了, 只可惜慌乱中解围, 却造成了乌龙球, 败人和里昂的比赛, 开场15分钟左右, 里昂甚至通过打身后, 创造出两次非常好的进球机会, 本来可以2比0领先的, 比如第16分17秒这里, 看看败人三条线的位置, 后防线依然守住中场线, 反击中, 里昂直接打阿方身后, 埃卡姆比可以说生吃了戴维斯, 又戏耍了阿拉巴, 只可惜一脚打门踢在了立柱之上, 大巴黎前场的NMD组合, 内玛尔, 姆巴佩和迪玛利亚三人的冲击力, 想必也是人尽皆知, 让我们看看大巴黎可能会采取怎样的手段, 来抓败人的身后, 和亚特兰大的比赛第40分钟这里, 大巴黎手转弓, 埃雷拉拿球, 内玛尔再次回撤两线之间, 左边方萨拉比亚已然启动了, 不得不说内少作为反击的中转战, 拿球, 带球, 再传球, 这一下实在是天赋满满, 吸引防守注意力, 再把球打到空档之中, 萨拉比亚拿到, 想象一下, 如果是姆巴佩和迪玛利亚出战本场, 大巴黎的反击效率可能会更加惊人, 伊卡尔迪状态真的有点一般, 这一下斜向前差很灵动, 但是明显晚了, 拜仁能够构建如此高位防守组织的另一大资本, 就是自己的进攻组织, 你偷我一个不要紧, 我有实力再进你两个, 下面就让我们从巴黎要做的防守开始来说一说, 虽然强度, 持续性和败人的没法比, 但是巴黎也有高位的紧逼, 通常是按照基础阵型433的站位进行, 让我们来看一下对阵萊比西时大巴黎的第二个进球, 第41分钟这里, 前场三人组, 骚扰对面的中后卫和门将, 中场的倒三角组合, 依次盯住萊比西的中场, 门将短传出球, 受压之下失误, 巴黎这边帕雷德斯断球, 内玛尔神级脚后跟触球助攻, 迪玛利亚破门, 败人的推进中, 也会经常有一名控制型中场回撤, 和阿拉巴以及伯阿腾组成三人的出球组合, 这个人就是蒂亚哥, 除了亲自拿球帮助后场疏导以外, 比如这里, 蒂亚哥的存在也可以让阿拉巴或者伯阿腾, 把球带离危险区域再自行处理, 中距离找前场, 或者远距离找两个边后卫, 以进行大范围的转移, 和巴萨比赛的第7分53秒这里, 蒂亚哥主动回收到中间, 吸引苏牙的注意力, 伯阿腾顺势持球向前, 带了几步, 直接大范围转移交给远端的戴维斯, 是不是和我讲过的, 利物浦的范黛克, 长传找阿诺德或者罗伯逊的套路很像, 这都是强队对空间利用上面特长的直接体现, 可以想见到, 败人的两个边后卫的位置, 在球队推进中也会非常靠上, 我倾向于把败人推进中的阵型形容为一个3133, 以便把败人前场的多样而复杂的进攻套路尽量分解清楚, 比如一侧的边峰回撤两线之间, 在边路创造空间, 相应的边后卫大范围插上, 这就是一种非对称的结构, 以向前推进, 再比如反击中, 后腰之一的格雷茨卡也会前插, 进行后排的冲击, 加上边峰内切, 败人很容易在中前场形成强势的四人进攻组合,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 球员之间相互的轮转换位, 流动性, 会让对手的防守摸不着头脑, 点阵的形态可以相对固定, 但是每个点上到底有哪名球员占据, 却又是飘忽不定, 比如和巴萨比赛中的第一个入球, 第二分钟, 败人后场断球迅速反击, 格纳布里带球到左路和佩里希奇寻求配合, 这时我们能看到远端的格雷茨卡已经冲到右边峰的位置了, 佩里希奇冲击边路, 格雷茨卡又已经到了前点, 败人保持三人对巴萨禁区的攻击姿势, 配件传中找这个时候在后排的穆勒, 二娃和莱万配合, 左脚打门攻破特尔斯特根的食指关, 从巴黎的前两场比赛中我们也能观察到, 对于传中和定位球的防守, 大巴黎是会让对手有机可蹭的, 尤其是和亚特兰大的比赛, 我们多次看到亚特兰大在大巴黎禁区里投球的针顶, 对球门造成威胁, 而败人又刚好是强点能力突出的球队, 莱万和穆勒在这方面都是有一手的, 这也会是我们在比赛中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欧冠决赛做了一次前瞻性的分析, 从战术的角度探讨了两队可能的比赛内容的呈现, 大巴黎的NMD组合会拿到直面门神诺伊尔的机会吗? 败人的高压打法会把巴黎的阵线挤压成什么样子,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相信代表目前欧洲足坛俱乐部最高水平的两支球队, 一定会为我们奉献出一场快节奏的经典对决, 大巴黎将遭受到最强的高位压迫的考验, 而败人防线身后的空间如何被利用也是一大看点, 所以小伙伴们更看好谁问鼎冠军呢, 不妨评论留下你们的预测吧, 谁输谁赢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觉得本场进球一定不会少, 三球起步吧。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收音超,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